我的名字叫雅野,出生在一个寻常人家 三岁以前,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小苍的奶奶家 父亲是一名画家,但却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画作 她落魄浪荡,总是在明顶大罪的深夜归家 然后和母亲周旋较量 终于,在我三岁那年,母亲再难忍受 她带着我离开了小苍,回到了珠峰的外婆家生活 母亲牵着我的手,唱着歌谣,走过长长的铁轨 外婆便出现在了鹿的拐角 母亲很开心,外婆却有几分无奈和嫌弃 这里是母亲出生的地方 一个没落的工业小镇 两个冒着浓烟,处理在群山间的烟囱 日后成为了我最深刻的童年记忆 在这个灰蒙蒙的小镇中 我过着肆意放纵的童年生活 而在这里的母亲,也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她白天在外婆的料理店帮忙 晚上则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饮酒作乐 外婆经常觉得母亲吵,但也常常为母亲逗笑 假期时,我会回到父亲那里 她还是那副老样子 终日无所事事地躺在未完成的画作中间 虽然和母亲已分开很久 打扮两人年轻时的照片 依然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也许是受父亲影响 我也变得爱写写画画 在画一只船时,我只能画出一个侧面 因为我没在其他角度见到过轮船 父亲用了一下午时间为我做了一个模型 在快要完成时,她又一次丢下出门喝酒 就像她每次做画室一样 但我依然很开心 记忆中,那是她最像父亲的一次 后来,长期在外婆家居住的母亲 有了新的追求者 虽然有些犹豫,但在第一次出门约会时 她还是带上了我 看着眼前的陌生男人,我吵嚷着要回家 男人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 往游戏机里投了很多硬币 当我沉浸于游戏时 抬头却发现,母亲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那天下午,我一直找啊找 找了很多地方 走廊中,楼梯里,休息间 我跑得满头大汗 最后,终于在大厅的一角看到了母亲 我呼喊着奔向她 她也张开手臂拥我在怀中 然后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道 我们回家吧 回去后,母亲背着声问我 喜欢老爸吗?我点了点头 她没多说什么 但自那以后,她便再也没谈过恋爱了 上初中时,母亲带着我从外婆加班了出来 盘山出门的外婆没有同我们挥手告别 但却在街角助力了好久 新租的地方,在一间废弃的医院中 也许是担心我会害怕 在搬进去的第一天 母亲故作轻松地开起了玩笑 而此时的父亲,为了生计 也已不再当画家,她开始为别人设计施工图纸 只是依然过着浪荡随性的生活 为了方便照顾我 母亲找了一份在家为盘子贴花的工作 并用攒价的钱为我买了一把吉他 而那时的我,却只想离开这座无趣的小镇 去外边看看更大的世界 高中年考前,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父亲是支持我的 他说,男人就要背进离乡才好啊 而在她漫不经心的指导下,我竟然毫不费力地 考上了外乡的美术高中 车站送别时,能感受到母亲的不舍 但她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 注意健康 然后就是一遍遍让我确认车票有没有带好 也许是太过了解我 看着离去的火车 母亲眼中尽是担心 而在摇晃的火车上 我摊开母亲血下的叮嘱 哭得气不成声 信中,母亲完全没有提及自己 只是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努力 然而,事实证明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 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我 开始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 饮酒抽烟 醉心恋爱 终日浑浑噩噩 全然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那段时间 我做的最多的事 大概就是窝在宿舍里 一根又一根地抽烟 而卖烟的钱 是母亲节一缩时省下的 但好在我始终没有丢下 要去东京上大学的念头 父亲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离开这里 他说,留在这乡下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去东京见见世面 你老妈应该也不会反对吧 母亲的确没有反对 那晚,她拿出了看家手艺 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说是要为我考去东京加加油 虽然明知我这一去 便只能留她一人在这乡下 但这一次 她依然完全没有提及自己 第二年,我如愿考入了东京的大学 眼前高耸着的不再是浓烟滚滚的烟囱 而变成了蓝天白云映沉下的东京塔 我拿出父亲留下的照片 那时东京塔还未建成 而父亲也正年轻 只是,在东京的日子 并不如想象中精彩 反而延续着高中生活的无聊与荒唐 喝酒,打牌 谈幼稚透顶的恋爱 仿佛除此之外 便再无其他事情可做 每年都会有无数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涌入东京 而在这座说道无比的城市里 每一个个体又如此的微不足道 就像吸尘器中聚集着的一粒粒灰尘 母亲依然不间断地寄来鼓励的信件 但这并没有给我多少向上的动力 恍惚之间,四年就这样过去 在即将毕业时 我向母亲坦白了自己的荒废 当母亲得知我可能拿不到毕业证时 她倍感吃惊与失望 但却也只是一遍遍地说着 怎么会这样呢?在家把劲呀 不久后,母亲兴奋地打来电话 说她从朋友手里盘下了一家店 可以再资助我复读一年 让我一定要在家把劲 而此时的我 正和新交的女友躺在床上虚度着光阴 就这样 靠着老太出现的母亲的资助 我终于拿到了毕业证 但日子却依然过得昏昏额额 工作不顺遂 就宅在出租屋里不出门 房东上门催要房租 便去接些贷款应付 但我的顺利毕业 却让母亲倍加欣慰 她甚至将毕业证书 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当我又一次打电话向母亲要钱时 却得知了外婆快要去世的消息 而我却连回乡探望的路费都拿不出 我想起自己 唯一一次去看望外婆时的情形 她指着房顶晃晃乎乎地说 那里有一百万 快去买口锅回来 外婆一生贫困 连晚年时说的胡话 都还在为钱而犯愁 想到这里 我无法再安心地打着麻将挥霍时间 年少时的自己出现在眼前 她质问我 当初为什么要来东京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外婆去之后的那段时间 我突然无法联系上母亲 辗转打到亲戚那里 才得知料理店已关了门 我亲眼假装心癌 住进了医院 但医院中的母亲却很乐观 她觉得自己做了手术 很快便会好起来 而无法偿还的债务和母亲的病情 也让我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这样混下去 我用身上紧剩的钱 租下了一间狭小的公寓 开始想着认真工作 也许是懒惰了太久的缘故 那段时间 我对所有工作都来着不惧 写文章 画漫画 甚至连给午夜电台 写情色笑话的活 也会借下 忙碌的日子过得很快 而我也逐渐混出了些名气 当我把自己写的书 借回家时 母亲终于在亲戚朋友面前 扬眉吐气了一把 很快 我还清了贷款 并且在朋友的店中 认识了新女友惠子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开始想着 把母亲借来东京生活 在老家时 她的病情 只是得到了临时性的医治 并未完全康复 而接到邀请的母亲 却怕会给我增加负担 但由于过后 她还是决定 要来东京与我相聚 离开家乡破落的小屋时 母亲未见多少欣喜 反而显得有些落寞 火车载着她告别故乡 去往繁华的城市 也去忘了生命最后的终点 而与我而言 有母亲陪在身边 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 15岁时 我离开了她 现在又过了15年 我终于再度和她生活在了一起 之后的时间 我们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 朋友们都很喜欢母亲的料理 所以常常会来家中聚会 而母亲和大家的感情 也越来越好 每每聊到兴起时 她还会说起 和父亲出狱时的情形 开心的就像一个 情窦初开的少女 也是在后来的闲聊中 我才知道 为了支撑我荒废的那几年 母亲连退休年金都已停缴 而她自己却并未放在心上 只是捧着我的毕业证书 幸福地说 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里了 现下时 我和惠子带她去看了东京塔 相约下次 要三人一起去上面看看 东京的景色 日子就这样稳步向前 我原本以为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但快乐的时光 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 来东京的第七个年头 母亲病情再次恶化 已无法进行手术 只能用抗癌剂治疗 母亲看得很开 微笑询问着治疗的细节 但说起费用 她又忧心起来 最后在我和惠子的共同劝说下 她才下定决心接受治疗 我问母亲需要些什么 她只让我把毕业证书带去医院 我用四年的荒废混出的这页纸 却成为了母亲最珍视的东西 父亲也来看了她 虽然长久分离的两人 已无太多话可说 但母亲依然很开心 她心中一直留有父亲的位置 之后 母亲在家接受治疗 而忙于应付生活的我 无知无觉中 便对眼下的境况懈怠了 我常常在外工作应酬 跟母亲的见面 也变成了例行公事 人总是对还未曾到来的失去 毫无感知 直到医生轻描淡写的书出那句 好像加重了不少呢 我才在一瞬间错愕 母亲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治疗 带她去医院的路上 我第一次牵起她的手过马路 就像三岁那年 母亲牵着我的手 唱着歌谣穿越铁轨 那时 母亲为我带来的是一段崭新的人生 而如今 我却要陪母亲奔赴最后的路途 种种坚持昨日浮现眼前 恍然如梦 母亲住的医院就在东京塔旁 这里也成了她最后的气身之地 逐渐老去的父亲似乎也柔软了很多 治疗前 她来看望了母亲 超市中 她拼命往母亲手里塞着东西 而母亲则一边说着感谢 一边又偷偷地放了回去 治疗的过程比想象中痛苦 母亲受尽了折磨 每每看到她在病床上 蜷缩着瘦弱的身体 我都不敢抬头直视 而母亲却为有半分怨言 只是咬牙坚持着 但人终究不是病痛的对手 在对痛苦虚弱的时候 母亲支撑不住说了放弃 而我也无法把那句 在家把劲呀说出口 母亲这一生已足够坚韧和要强 如今病痛袭来 没有人有资格再去要求她什么 停止治疗后 母亲的气色恢复了一些 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时 她显得格外开心 但很快 她便又陷入虚弱中 而在恍惚之际 躺在东京塔旁的她 心心念念的 却是家乡那个 下乡房间里的生活 母亲戚 你在哪儿呢 我... 我... 在哪儿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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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冷凍庫里... 鯛的鯛... 鯛的鯛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 窗外却飘起了雪 而我已分不清梦与现实的差别 父亲再次来到医院时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惆怅 抽烟时 他问了母亲住的房间多少前一天 而后又低头小声独等道 真有本事啊 这一刻我明白 父亲也已老了 那晚 母亲病情突然加重 离开的父亲又匆匆赶了回来 最后的时刻 我们父子两人守在病床旁 一家三口半生离散 现在总算团聚了 母亲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终时没能再说出口 受丧时朋友们喧闹地喝着酒 而我想在楼上多陪伴母亲一会儿 编辑部的催稿电话再次打来 我发了脾气 但恍惚之间 年轻的母亲似乎出现在眼前 她对我说 快去写吧 你难道忘记了 只要看到你认真工作 我就会特别开心 再让我看一次吧 在母亲身边 我分笔集书着 感觉正在写出 一生中最有趣的文章 完成工作后 我像儿时一样 躺在母亲身旁 她似乎未曾离开 依旧对我说着 在家把劲呀 我想 这句话将会陪我 走完这漫长的一生 葬礼上 原本要至辞的我 哭得泣不成声 父亲替我完成了最后的仪式 而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父亲流泪 在一个明媚的春天 我和小慧一起去了东京塔 当然还有母亲 那是刚来东京时许下的约定 现在我们终于有时间赴约了 谁见好物不见老 彩云亦散流离脆 母亲一生经历过一些美好 与父亲的初遇 与兄弟姐妹的团聚 以及与我共同度过的七年岁月 但这些稍纵即逝的幸福时光 似乎只是她生命的编较料 而她一生被提及最多的 则是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乐观的性格 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武器 美好的东西总是易碎 爱也终究要被收敛与包裹 而那些坚硬的 顽固的 迫不得已的 却成为了我慢慢人生路上足以防身的武器 也许有一天 当我历经浮沉而疲惫不堪时 母亲那句在加把禁仰 还会再次想起 这会成为我一生的慰藉与动力 我是腾景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